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美中贸易谈判还在紧张的进行 川普政府找回公平贸易的决心是无比坚定 从他上任以后 他是坚持启动贸易战 迫使中共放弃对美国对世界的经济侵略 今天 2月21号 川普在推特上表示 希望美国尽快推出5G甚至6G技术 他希望美国通过竞争取得胜利 推出比现行标准更强大 更快速 更智能的技术 从川普的这个推文来看 紧迫感是相当强烈 这是因为中共已经变成了21世纪的生存威胁 我们看到在川普政府的带动下 美国朝野都意识到了中共实实在在的威胁 这个涉及到六大方面 有分析表示 被川普称为修正主义大国的中共 正在试图按照自身利益重塑国际政治秩序 这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人的想法 中共不仅是在威胁着中国的民众 也在威胁着全人类 而他的野心和邪恶必将招致世界的围堵与反击 中共的威胁当中 第一个威胁就是 川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原因 中共的经济侵略 纽约时报指出 过去的几十年 北京违反贸易协定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 虽然中国经济的爆炸时增长 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成本 但是中共政府没有实行自由化 而是更具有侵略性和压制性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曾经在《致命中国》一书中指出 中共违反了国际贸易的所有准则 瓦解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 摧毁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中共要主宰全球制造业 它在经济上想逼迫西方世界臣服 纳瓦罗断言 如果美中开战的话 击败美国的不是别的 就是中国工厂的强大军工生产利益 第二个威胁是中共改变了经济重心 以便取代别国经济 大家知道中共有一个所谓的产业政策 就是中国制造2025 这个计划就是要到2025年成为高科技制造业强国 主导航空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行业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 中共的人工智能行业在去年增长了67% 专利数量超过了美国同行 有估计认为 中共在量子计算方面的投资 已经超越了美国30倍 此外 中共还拥有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三的 无人驾驶飞机制造商 它的面部识别技术和语音识别技术等 都是领先美国 如果这一切只是竞争 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这不是竞争 这是替代 中共盗窃知识产权 每年给美国造成了 2251到6000亿美元这么大的损失 它的盗窃手段也是多种多样 有的是通过空科公司 秘密收购科技公司来获取 有的就是直接了当的间谍和暴徒行为 有的是用技术换市场 在中共所有的盗窃当中 黑客活动最令人防不胜防 这个也是中共第三个威胁 前天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指出 美中发生贸易战的同时 中共的黑客网络攻击活动明显增加了 而且攻击的手段更隐蔽更复杂 纽约时报得到的一份情报中显示 黑客攻击的目标包括美国的 波音公司 通用公司和T-Mobile电讯公司等等 第四个威胁就是中共试图夺取新科技经济的控制中心 大家知道目前各国都在建设5G网络 业界有这么一句话 谁掌握了5G谁就赢得了未来 所以中共支持的华为 正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参与5G网络建设 如果中共为5G通信设定标准的话 由它来主导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中共会渗透到我们的社会和生活 每个方方面面 老大哥不仅会更加严厉的控制中国民众 外国的民众也将是他监视的对象 别说个人隐私 国家安全都成了问题 所以川普有着紧迫的危机感 第五个威胁就是中共对人权的侵蚀与迫害 这个源于中共与西方价值体系本质上的差异 早前曾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 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就会走向自由民主 但是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错 这有点像白日梦 中共钻国际规则的控制累积了大量财富 这使得中共有了迫害中国民众一个巨大的经济支撑 它对中国社会控制的是越来越严 而且还向世界输出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我们知道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是目前局势动荡的委内瑞拉 查维斯和马杜罗政权向中共学习了社会主义制度 结果在短短的几年当中 把南美地区最富裕的国家 给折腾的是经济衰败民不聊生 几百万的民众不得不逃离流亡其他国家 第六个威胁是对太空的威胁 地上不够折腾的 又把目光对准了太空 上周美国国防情报机构报告指出 中共在大力的发展反制太空补气 威胁他国使用太空的能力 大家知道太空 这个对现代的战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中共虽然表面上说倡导和平利用太空 可是它却在持续的提高反制太空的能力 发展复杂的太空轨道活动 中共的目的是要削弱美国 以及盟友军事效力的手段 这就严重威胁着太空安全 我们看到中共的这所有的种种威胁 使美国出现了空前团结 纽约时报表示 谈到中共的经济政策 彭斯和沃伦是惊人的相似 谈到中共侵犯人权 佩洛西和共和党人的观点是惊人的相似 讨论如何应对中共挑战 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政策思想家们 看法惊人的相似 时事评论员蓝树表示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 中共是具体的实施者 是真正的恐怖组织 蓝树指出 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了中共的野心 纷纷与川普政府联手 遏制中共的扩张和侵略 未来人们会看到 围堵中共的网会越收越紧 并且与国内的民众 会形成一个内外夹击 摧毁中共政权 共产主义消亡的日子也不会太远 好的 感谢您关注 新闻看点 再会